在南旧金山机场旁边的Costco,中午时间的购物人潮算正常,不过看到这些排队乘航的购物车,也能猜到来买东西的人也不少。 很多顾客,包括大量华人购买瓶装水和卫生纸,Costco品牌Kirkland以及Sharmon的卫生纸已卖光。 卖米的货架,泰国米和日本米已断货,不过德州苗米以及印度米仍有货。 位于南旧金山El Camino Real的Costco,下午人潮也属正常,一些人也有采购瓶装水和卫生纸,但就没有出现断货现象,甚至有店员正在补货,而大米方面只有泰国米已卖光。 在旧金山一间华人超市,各种大米包括泰国米都有货,但是部分华人有囤购大米的现象,担心如果大米供货不足会涨价。 这些恐慌及担忧心理可能与湾区连续出现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有关。 此外,CDC也已发出警告,美国有可能出现新冠病毒在社区扩散,导致湾区本地有人开始囤积日用品和粮食。 国土安全部官方网站建议,民众可以准备两个星期的食物和水,以应付疫情爆发。 还有一些常用的药物及卫生用品,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也建议。 另外,可以到药房买一些非处方药以备不时之需,例如止痛药、胃药、止咳和感冒药。 带电解质的液体及维生素,再有就是预防地震或极端天气的灾难应激包。 此外,也要准备随时可能会取消一些人多的聚会活动,关闭学校,甚至影响工作。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道。